效率收入 标股分发起上点 严选标股出动 跟着箭头讯号买进 喷涨的大波段完整落袋 不浪费时间成本 进场就算大的 筹码大师APP 一键让各位成为 高胜率的最强超盘手 哈喽各位粉丝大家好 如果想要更了解我对大台的看法 还有个股的选择 非常欢迎各位锁定 我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 筹码大师的时段 记得看节目的时候 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 记得锁定筹码大师哦 选择筹码强势股超盘手 非你莫属 大家好我是筹码大师李中心 上礼拜五的美国股市呢 其实四大指数都回档 但是也回得不深 为什么呢 因为经济数据又不太好 经济数据不好 加上FED的官员呢 又释出鹰派言论 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大家想 哎呦看起来五月份 本来大家想可能不升息吧 因为这个银行倒闭问题 对不对 然后经济数据又不是很理想 可是看起来 经济数据不好嘛 然后呢 FED的官员又要升息 所以美国股市呢就拉回 可是 即使大家都说 美国的投资人其实很害怕 害怕你也没看到股市跌啊 跌也跌不多 尤其是欧洲股市才夸张 欧洲股市其实也 也算是风暴重心 因为战场不是在欧洲吗 可是欧洲股市 包括德国法国 都在创新高 德国股市连续三天创历史新高 听好 是历史新高 台北股市历史新高18600 对不对 道琼的历史新高也很远 所以 很多投资朋友在问 老师那到底股市跟经济数据 是不是同 一定是同步啊 昨天大肆的话 也说啊 你看 美国的零售 三月份是减了1%嘛 那是迅运期 那联署会的官员又是出鹰派的迅运期 所以 美股昨天在礼拜五拉回 那台北股市呢 这两个月大家都辛苦了 就在16000点以下 震荡了大概两个月 那其实每次都这样啊 当指数不太有空间就像现在一样 指数在区间震荡的时候 反而是营造了中小型股最好的行情 各位说对不对 那我说中小型股有行情也不是今天才说的 也不是上个礼拜说的 我大概三四个礼拜前就说了 当时不管是军工概念股啦 或者是check GPT的资讯安全概念股啦 其实从那个时候 包括我每个礼拜一三五的筹码谁最大的单元 这两个族群 这两个族群不知道讲过多少次啊 今天礼拜一看起来充满时期 所以大家又要讲这个族群 那这些族群好强啊 老师那到底还可以追啊 我待会儿和跟我分享 所以今天的节目也蛮关键也很重要啊 好那今天呢 今天大盘收盘涨了34点 台积电收最高 拉尾盘拉起来 把指数也撑上来了 那蛮厉害的哦 美股跌台股涨 那今天成交量也2500亿以上 所以其实最近啊 从廉价后那两天 廉价后不只剩下两个交易不对 那两天过就大概就从上礼拜二开始 内置的资金越来越积极 你看到成交量陆陆续续增加 我个人看法啦 16000点要突破 大概就这两天了 很快了 你说老师真的假的 到时候记得要进来买股票 我知道很多投资者还看坏 因为经济数据太坏了 对不对 然后呢看到法国这个罢工草 看了都傻眼了 好那我们来看看法国股市 各位就知道 我们现在加均指数大概就在压这里 我上个礼拜有跟各位说到 指数已经来到跟去年六月份一样的位置 对不对 那这个十个月了 一样的位置 融资少了600多亿 这是目前融资水位或融资筹码 相当安定的一个证据 我想对不对 指数来到一样的位阶 你看融资当时是2300多亿 限制像1700多亿 差到600亿 美国呢跌 道琼跌 MACD没事 S&P500跌 MACD也没事 纳斯达克呢 老师纳斯达克看起来 对 纳斯达克看起来MACD好像破 所以 它是个区间整理 关键时刻 这个地方要不要拉红棒 让它突破 这不重点 你看它非常半导体 非常半导体 MACD是负的 不过它还在零走之上 所以它多头走势是没有变 就是至少是中线多头 MACD在零走之上 虽然柱状体是负的 那等于说费半就是在这个大区间整理 每次回撤季线回撤季线 又再回撤季线 好像都不会跌 那只是它要不要转强 现在看不出来 可是你看台北股市 尤其韩国股市 各位看就知道 尤其欧洲股市 看都觉得 你看 德国是创今年新高 当然德国不是历史新高 不过法国才有趣的 法国是历史新高 连续三天 法国各位 这两天也看到报导 对不对 因为退休从62岁延长到64岁 哇拼命抗议 法国罢工已经罢工了三四个礼拜 我们还看到新闻的画面 哇很多不要说报名的抗议的民众 去LV或者是一些精品店 虽然没有烧杀掳掠 但我觉得真的像报名一样 那这种社会 这种情况股市 持续创历史新高 真的是蛮讽刺的 所以 是不是一般的低层民众都在抗议 那资金多的民众在做股票 法国我的意思是 真的是蛮有趣的一个现象 所以各位不要每次看到 看到经济数据不好觉得股市要崩盘 台北 台北股市 台湾 未来四月份五月份的经济数据也不见得会好哪里去啊 美国尤其是美国 未来的经济数据第二季的经济数据很多报道说 第二季经济数据勘率 飞红和华福 老师他现在的数据 不要说去你的经济地季好像也不怎么样 股市 那股价涨了 华福涨了 今天过一百了 过三位数了 老师到底在涨什么 反应未来记住 所以 你要成为一个赢家 你一定要有方法 第一个你要找对标的 第二个呢 如果找对的话 你要好好抱他一段 市场上没有百分之百成功的方法 我们的方法也不可能百分之百成功 我跟各位分享 不可能啦 你要找 找个圣杯 很难 没有 所以你必须你一定好你的策略就像说 我说你要打仗 五四是战场 你也要好的精良武器装备 而且 你自己的本职学呢 他教育训练也够要够重要 不是 给了你一套方法 自己本职学能不够 你没有遵守操作纪律 你还是没办法赢 所以要怎么赢 你必须 战术战略 然后你的自己的本职学呢 都要有方法 还有精良的武器装备 你才能打赢这场股市的胜战嘛 不是嘛 所以我们来看看南韩 对呀 三星说减产结果南韩大涨 南韩股市大涨 对不对 所以台北股市我个人认为 重要的颈线韩国过了 台北股市呢 还没股市还没过 那美元指数 贬值到低档区了嘛对不对 那新台币是还没 往下升值的 美元是往下是贬值 台币往下是升值 他就在这里横盘 加薪指数的尾盘拉起来 还没创新高 还没创下今年新高 一万六差一点点 收一万五千九百六十三 差三十几点 我认为应该过 过一万六 只日可待 所以 你就看是不是哪一天 可能就明后天 拉一根长红 你说现在不敢买 好 假如 未来拉一两根 拉一根长红 你要不要进来买 他这个 底部 11个月的头肩底的 形态就成型了 所以 虽然你看到的数据不好 但是 我们看到的筹码和技术线形 对多头是有利的 电子股确实是比较弱一点 对不对 你看MACD就知道了 可是OTC呢 中小型股票 最近 这一个多月 这一段 是不是涨爆了 是不是 我记得上礼拜跟各位说 那个 OTC的 高档背离的疑虑已经排除了 他不是都过了吗 上礼拜就 创新高 这个背离因为这里已经比他高了 背离就没有问题 就没有背离的问题了 对不对 这是我上礼拜说的 所以一直建议各位 中小型的股票 因为 内支最喜欢这种行情 也就是说 当指数全子股 受到国际股市 尤其受到美股的压抑 美股不涨 全子股大概都不会动 那全子股不动呢 内支 还是要操作啊 对不对 内支的钱还在市场啊 所以 他就找中小型股票来做嘛 包括投信也一样 我会偶水啊 所以就照着 法人 内支法人 还有 内支大户的筹码来操作就好 对不对 所以 要成为赢家其实蛮简单的 看对趋势 选对股票遵守 几率就像我常说的 看对趋势就像 你必须每天锁定筹码大师的节目一样 看趋势 最清楚 因为我们看的是 量价筹码 包括 我每天晚上的大世界化就是 把 今天盘面上 所有筹码的表现 然后国际股市的变化 总和终结在 每天晚上的大世界化里面 所以也跟同学朋友 提到 因为我大世界化因为确实是发的比较晚 因为我必须看清筹码 所有的动向 才把大世界化写出来 所以为什么趋势看那么准 因为 我把 大数据都判断清楚 再来 选对股票 我们是靠量价筹码 而不是靠 指标交叉 再来 就是你要有一个好的工具来 遵守你的操作纪律 掌握买卖点 所以 锁定筹码大师的节目我帮各位 打造了一个专业操盘 手的分享平台 你一定要加入 左边是 Telegram的QR Code 右边是LiteAd的QR Code 赶快成为我们的好朋友 怎么样看的大世界化了 很简单 加入筹码大师的LiteAd 然后点击手机右上角的 记事本 你就会看到我 PO的K线图 我们的大世界化 筹码表格 还有 每天的节目 像 今天 华府 最近车用真的很夯 对不对 车用和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包括 可能 资讯安全 资讯安全 今天股票也是涨爆 车用也涨翻了 还有呢 军工族群也涨翻了 好是这股票还特别追 来我们跟各位分享 华府我们是在2月6号 就跟加入成人提到2月6号当时 2月6号这里 这一根 这根带量 所以一档股票 为什么要用量价筹码 来打分数 因为 量 是架了先行指标 量先出来 这档股票就有行情 不要听 有人说 那报大量是大户在出货 谁说的 大户可能在进货 你搞不清楚 对不对 你看 这一天我印象很深 3月20号 当天 农券还有2752张 当天一定要补 补在最高点那一天 当然现在已经不是最高点 现在已经变成三位数 在这里放空的人 觉得 KD高档 要放空 这里放空的时候 这里有补掉一些 可能 这一天放还有小赚 这三天放的空单 4000多张 这里补掉一些 补了几百张 这三天放的 因为还没有来成本 所以没有补 反而拉上去继续空 这就是投资朋友的想法 我空了 再高那只好再空 他涨太多了 涨太多是你决定的 其实 要涨到哪里去 也不是我能决定的 甚至不是某一个大户可以决定的 那是市场 共同交易的结果 所以那是市场的共识 你操作错了 你空 他涨上去 你就承认错嘛 因为 只有一件是对的 市场永远是对的 你把这句话记起来 不是 哎呀老师 那你错了 你错你要认错啊 这空单真的不认错 看了真的很伤心 替这些空单觉得 好可惜 你看 我说 我们做多都来不及 要做空 这里空单全部停损掉 空单 因为补在最高点 那天创新高 补在最高点那天 所有的空单这里 全部补完了 好了 补完又来了 这里涨上去空单又来了 又增加了 当时是5000多张 现在也变8000 到昨天8000多张 今天在创新高 请问一下 从这段期间空上来的股票 空上来的空单不是就输爆了 我记得我当时说 看到这么多空单 大户不嘎你才怪 如果你是大户 你要想 你要把你的思维想成大户 你不要想都是散户 如果你是大户 看到华福空了那么多 你会不会嘎他 你一定嘎嘛 不是吗 所以今天华福创新高 都三位数了 148% 从40块涨到100块 空单还这么多 空单是未来的买盘 空单不补也不行 所以 你看 飞鸿今天也是 飞鸿说 从这里 这里是空单停损 从这里空单 一路空空 这几天补掉对不对 那补掉的概念是什么 又涨上来 我空单停损在60块 又涨到了65块 有5块钱架杀你就继续空 你空的逻辑是因为他太高吗 其实 空股票的逻辑是未来会跌你去空吗 不是太高去空吗 搞清楚吗 买股票的逻辑也是 不是因为 跌了很深去买 是未来会涨去买 这样懂了没有 今天讲了 老师你不要 虽然我不是激动 但我觉得这些空单真的好可惜 那由我们的系统做多都来不及 为什么要做空呢 对不对 今天飞鸿冲 涨停板 80% 从42块 涨到70块76块 空单还在增 今天空单肯定又继续大增了 那如果是大户 我不嘎你才怪 那这些空单拜托不要再往上空了 要空是空要跌的股票 弱势的股票 他转弱未来有更低所以才会赚钱 不是你现在空墙 觉得他涨多了 涨多就一定会跌吗 跌多就一定会涨吗 同学朋友你的观念一定要改过来 涨多他还会涨 跌多他还会跌 这是超盘手的概念 为什么大户这里拼命买 为什么反而这里还要买 因为他还会涨 你都觉得他还追高 但是他还会涨 要懂的是没有 所以要成为一个赢家 你一定要想方法 你看飞鸿从这一天 这一天出现信号隔天我们逢低买的 有没有 逢低买 然后呢 13号 14号 到今天 80% 对不对 所以啊 星通我们也是逢这里买的 法恩买我们这里拉回来买 今天星通涨停版 这里买的 6号第一根涨停 有没有 来 今天 12 13 好像没 老师不会动对不对 我当时是不是说吗 来 今天涨停版 从这里买 这里 老师你这里还敢买 那跟华福不是一样吗 华福是不是也连三根了 连三根拉回不是可以买吗 你看 又上去了 所以 买股票不一定要追 但是抢主拉回要记得 如果你是大户你就要有这个概念 因为星通营收相当亮丽啊 对不对 星通也是营收相当亮丽 所以 大户其实这就知道了 你看 连三黑拉上去 连五黑有这里 连五黑呢 你都觉得要挂了 又上去了 所以我们系统平上去吗 没有啊 所以 最简单的方法 系统带回去 系统带回去 不然你抠讯带到 你这里不敢买 这里不敢买 我带你买 因为这里我比较喜欢拉回买 这里都没有黑我买不到 我就跟会员解释 老师那第二根我不追啊 如果他第二根黑呢 我第二根黑我再来买 可惜他第二根没黑 所以这就是一个操作逻辑了 来 所以为什么那么准确啊 因为 是透过量价筹码打分数 我们不是单一指标 不是指标交叉 你以为指标交叉这么容易 选到标股 他绝对要 透过 量价筹码打分数 你才会找到标股 保一 我们看到今天 今天军工的超强的 保一拿什么时候 差不多嘛 我们希望都差不多嘛 看这里 是不是 这里啊 有没有 就这里 24号这里 这根的拉回来了 是不是 就现变这里 从这里到这里50%了 今天军工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App 真的是 太神奇了 这是我们App App的画面 你看 雷虎啦 有没有 有没有讯号 这里有没有讯号 来 合成 这军工股 有没有 三角形启动 加码 再加码再加码 这就是我们的讯号 我们的App的讯号 跟软体是一样的 有没有 这个是 金刚 1584 金刚三角形 加码加码再加码 对不对 都没有平常讯号 保一 在这里 三角形 跟刚才 各位看到图一样 三角形箭头就这个黑棒嘛 2月14号嘛 对不对 又两个加码 我们加码三次 后面不加了 后面不加了 千副 千副很厉害 三角形 箭头 两个加码被喷出 老师那这些 军工股 军工股还可以被买 离我们成本那么远 就不要再买了 你要的是 有没有跟保一一样 跟华福一样 这样子的股票 那个长得这样子 让他自己去飘 会飘那去 不是我能决定 就像 高点在哪里 不是我能决定 不是我说了算 谁说了算 市场说了算 所以 没有谁最厉害 只有市场 只有市场永远是对的 所以 如果你做的方向错误 你就要承认错误 绝对不会是市场错 只有你 只有你错 这样懂了吗 保一来 所以你看冒顺 是不是一样拉回来 强死我拉回来 我比较喜欢找强死我拉回 对不对 当时不是盖牌吗 然后这里买的嘛 对不对 报答案黑 黑K会不会过 就过了 两天 不就过了吗 不就过了吗 还会再上去 我认为还是有机会 所以 强死股怎么办 强死股等拉回啊 这里就拉回啦 这就进场点啊 对不对 立即来 同时发抗讯的 哪里发抗讯的 这里嘛 冒顺啊 立即啊 金国光是不是 每天 就集当股票嘛 12点57分 所以要成为一个赢家 跟上赢家的脚步 对不对 冒顺来 立即 有没有 三角形跟着箭头 连续两天95分 来来来 又一根了 第一根 今天第二根了啦 两根 几% 没几天呢 我是从 我是算一百 是那天收盘价算不从低檔算 也27% 所以 为什么要透过量价筹码精算 因为 他 成为标股的机会很大 他绝对就不是指标交叉 指标交叉太low了啦 什么均线交叉 MACC 那个 黄金交叉 那个不是个选股逻辑 因为 他找不到标股 因为标股的指标 早就都交叉了 所以一定要透过 像我们一样 透过量价筹码的精算 来 合积一样 金国光 刚刚不看到金国光吗 对不对 金国光来 有没有 都同一天发的 是不是 来一根 爆大量黑黑 来 爆大量黑 有点过 可是呢 会不会再过 我认为还是蛮有机会的 他也是很强势的股票 金国光 我们系统就帮各位可以找到 全市场 最强的股票 是不是 合积来 是不是出现黑棒 隔天又涨停了 对不对 第一根 又大量黑黑 又大量黑黑来 会过吗 看起来要过喔 过啦 是不是过了 所以我们就拉回来买嘛 爆大量黑黑过了 看起来超常上影线 12号又过了 有没有 超常上影线已经在这天了 已经脱离我们成本好大一段了 这就是 买股票 买得好 不如买得巧 我们就要买得巧 如何买得巧 找我 找我 所以很简单嘛 你看他的股票 是不是全市场最强的股票 都在我们打握当中 对不对 所以你跟着筹码大师希望多轻松啊 因为我的操作 就是效率操作 为什么效率操作 老师为什么买底部 买底部太慢了啦 你喜欢那么慢 你去慢慢来 我们希望 一个月 获利三成 对不对 如果你喜欢 三月一成那就有你了 我的操作 就是操作 我不是投资 我认为 资金有学生价值 和机会成本 买在起上点才会有效率 对不对 你看一家 这是不是起上点 隔天是不是洗盘 这里要第几根去了 第1根 21号第1根 这里第1根 第1根 2根 22号第2根 第1根第2根 13号创新高40% 来 创新高之后 很简单 你成本在这里 即使他破线还是大赚不是吗 所以要成为一个赢家 老师他会不会破线啊 这不是我能决定 像我说的那是市场决定的 你只要有一个有一套方法 对不对 你如果没有好的武器装备 这个就是你的 重要的武器装备不是吗 你要在市场股市要打赢这个胜仗 你当然要带武器装备呀 对不对然后再加上 你就照表操克 照做就好 所以溢价在啊 对不对 三阳工业华兴坑的也在三阳工业来 爆大烂黑K 是不是 是不是涨停 又黑K 黑K完直接涨停啊 我一个会员这天把他卖了 他说老师啊 我说下次你要卖 你下次买偶数拜托 你不要买 买那个单数的 卖完之后买不回 卖完之后呢 因为礼拜五他有事想说有赚先卖了 结果 礼拜四卖了礼拜五呢直接开始涨停 今天盘中又涨停 盘中又冲上去了 差点涨停 所以 从这里到这里25% 其实很妙很多会员的故事 所以 要成为赢家 现在近考科我们是拉回买的啊 对不对 31号廉价前发的 发给软体会员 6号廉价后去买 廉价前发 廉价后这里买的啊 对不对 4月6号我们就这里买 强主拉回买的 对不对 拉回买了没几天就工掌停啊 11号不是工掌停了吗 对不对 4月11号 4号再冲 老师这两天拉回 这两天拉回离我们成本还有一段 怕什么 买在起上点都不用怕你 追到高点才会怕 不是吗 对不对 今天又红K啦 所以很简单 环天科呢 来 是不是 等了比较多天啦 上来了 对不对 来来 环天科 哎呀常上你线 不就上来了吗 所以要成为赢家 勤邦呢 我们强制股材太多 拉回来这里买的 3月17号买 你知道涨到哪里去了吗 一根 这里第二根 对不对 来 4月12号涨到这里来 第3根 来 这里到这里 快50%了 对 49.8% 来强制股的拉回 所以 你 不晓得怎么做 跟着我们的脚步 因为 我刚才提到 大盘在这个 景线附近 16000以下 整理了 大概10个月 11个月左右 19 这两天的量 从上礼拜二开始 量持续的慢慢增温了 那如果一根红棒突破的话 如果你还在看 看坏 我觉得也OK 不敢嘛 墙主不敢买 那 墙主拉回 不晓得怎么进出的 我带你进场 那如果你还看保守 万一一根厂红确定 你那时候 一定要改 老师那会不会追高 那是起账点 就不是追高 知道吗 你像我们的股票 是不是都起账点 当时我们出现讯号的时候 你都觉得 老师那是追高 事后来看 天哪 那个起账点 真是有够漂亮 不是吗 每一档都一样 对不对 所以来 人性的弱点是什么 买对抱不住 买错舍不得 那跟着谁 跟着我们的脚步 支付赢家 操盘系统 帮各位摆脱 说人性的弱点 人性的弱点是什么 来 华府你抱不住吗 148% 40块 到100块 融券还在几乎最高点 对不对 飞鸿 80% 42到75块9 对不对 星通今天涨停 这三次也是涨爆 这三档股票 对不对 益家 上礼拜五 还在创新高 46% 秦邦 上礼拜五 49.8% 对不对 立即 刚才跟着 今天找盘涨停板 27.5% 这都是 在节目里面分享或者是 加入成员 手上的股票 或者是 软体抠讯的股票 对不对 山羊工业今天 才几天 四五港而已 25% 对不对 冒顺 在高涨附近 所以 要把握 金国光也都在高涨震荡 你看这建顺电 报代浪黑黑 这高点会不会过 他混比较久了 看起来也快过了 他已经快要创下这段期间收盘高点 特别留意一下 所以 有些股票 已经帮各位准备好 快要动了 快要动了 注意 人性弱点是买税抱不住买错舍不得 对不对 那 买对暴住买错舍得 买对暴住买错舍得 就会是市场的最大赢家了 不是吗 对不对 所以 把系统带回去 操牌系统带回去 帮各位摆脱什么 摆脱你的人性弱点 这档股票还在等你 还在等你 今天也没涨 这档股票呢 今天刚好拉回 我们今天也进场 所以呢 好机会我一定不会错过强制股我不一定用追的但是 拉回来我会带各位进场 所以呢 第二季 刚开始 如果真的 看到一根红棒突破颈线 16000站上 你一定要开始 改变你的操作动作 要改成积极 所以在16000还没 突破之前 赶快 第二季的 惊喜礼 我来犒赏你 因为 我们在三月份换了频道 那很多好朋友是一路从 YT 从 前一个 频道 跟到这边来了 或者 我们还有很多新增加的 在东森的新的好朋友 来 只要你在LINE上面 留下你的姓名电话 这个 第二季 大专的惊喜礼 我一定 说到做到 一定 带给各位 好朋友 拿起电话 立即拨打支付专线 成为支付赢家 我们明天见 要随时掌握操盘手的筹码强势股 订阅筹码大师官方YouTube频道 扫描QR Code 加入LINE及Telegram 享受征服台股的胜利快感